治安是大家最重視 我們一定要一起來努力 更不要來有 就這種事情還拿來做 來打嘴炮 這樣就不好 哪一個地方有治安餘利 我們都會第一時間 我們會動用各方的力量 希望一起來遏制 來各種治安餘利的問題 從各種民調 人民對於治安的滿意度 對警察的信心倍增 而且滿意度很高 但突發的治安事件 情殺仇殺難免 不過我們都看到警方 在第一時間就破案逮捕嫌犯等 作為非常有利 蘇院長 你講這句在所難免 真的是徹底傷了高雄人的心 也徹徹底底看出了 民進黨政府的兩套標準 在韓國瑜市長執政時候 有發生的直播族之亂 當時蘇院長你 當時你就要求 徐國勇內政部長 以及陳嘉欽警政署長 要到高雄來作證 而在前天高雄所發生這個 死了兩個人的槍擊命案 你就會說這是在所難免 那請問一下 那直播族之亂 是不是也是在所難免呢 另外你說高雄市的治安 市民朋友還是很滿意 請問一下 發生了這麼多的槍擊案之後 高雄市民對於治安還會滿意嗎 民進黨政府的執政 就是兩套標準 在這邊我要呼籲 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呼籲徐國勇部長 呼籲陳嘉欽署長 我要呼籲蔡英文總統 你們的陳其邁市長 你們所清訂的黃明昭局長 已經沒有辦法再支撐下去了 我希望你們可以到高雄來long stay 來高雄真正的知道 高雄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一個隨便的一個情殺 仇殺 一個麵包師傅 就可以拿出黑槍 就可以射擊十幾發子彈 就可以傷及兩名無辜的 勸架的人 不管是在這鄰近的大樹區 還是在豪宅區 高雄市街頭 好像現在都是槍聲隆隆 我希望民進黨政府 不要兩套標準 我先進去 更去 我先進去 太鼓勵了 而 這堂 開會